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有很值得庆贺的喜事 就是我们有好多位道卿立了亲口愿 还有办事愿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立愿亲口 立愿办事 因为立愿 立愿亲口和我们一般吃素 不同在哪里 我们说吃素就好 为什么要立愿 因为立愿就代表一种 破虎沉舟的一个决心 就是我再不回头了 你吃素的话 我们随时可能因为各种因素 我们就放弃了 可能回头再 再回到以前的饮食习惯 但是如果立愿的话 就是走向了一个不回头的路 叫断轮回种子 不再给自己机会回头 那么这种决心 有愿力就有活力 人有善愿天必从之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愿力愿力 愿为什么有力呢 就是因为活力会加持 上天啊天神一定会来 会让你的善愿得以实现 所以我们说表文上升 护法随身 就会有护法神来 跟随在我们身边 来保护我们 护持我们 让我们的这个亲口愿 可以避免所有的困难 所以我们立愿亲口 有我们吃素 就会变得方便 有很多麻烦困难 我们就会发现 就会自然排除 如有神助 不是如有神助 是确有神助 确实有神在帮忙 还有就是健康调养的问题 也就不成问题 就真的立愿亲口 就不用担心说你 吃素会不会营养不良啊 等等的 你随便怎么吃营养都好 你不吃都有营养 为什么 因为有活力的加持 活力的加持 所以我们当愿亲口的 道亲啊 就没有这些营养的问题 因为活力是不可思议的 它可以 可以化虎朽为神奇 可以把所有的食物 都加以 微妙的转变 所以像我们 道亲一旦亲口如素以后 我看都没有 营养不良的问题 只有营养过剩的问题 而且好像也没有人 怎么样子去 怎么用心调养 营养这些食物啦等等 所以这个是立愿 和没有立愿的不同 那么同样立愿办事也是一样 立愿办事的话 你就等于是身兼天职 这有一种使命感在的 和我们一般说 我们有空到佛堂来帮忙 是不同的 帮忙 那不是你的事 人家的事你来帮帮忙 但是立了办事院以后 佛事就是我的事 就是我家的事 就是等于是个 你这个家族的成员 这些事情呢 是你的责任 不是别人的责任 这叫身兼天职 肩负天命 身兼天职 天职呢就是天觉 所以为什么说 表文上升 名列先般 因为有天职上天的职务在身 就是有天觉 天上的觉位 有天觉呢就有天路 简单的说 你有薪水 不是没有薪水 但这个薪水是 上天怎么给 你是没办法想象 这是有立办事院和 没有立办事院的不同 你来帮忙你就随喜 那 这是简单讲一下 这个立愿 和没有立愿的帮办 还有吃素 中间的一个微妙的差别在这里 讲到这个立办事院 我们办事院呢 就是要办佛事 就我们道场中常常听到的行宫立德 道场很重视这个行宫 我们这边还比较没有这么强调 一般传统道场是非常重视这个行宫 道场里面虽然讲说修道办道 但是比较重视的是行宫 那修持是属于内功 那这边讲的行宫讲的就是外宫 外宫就是我们度人 办道 维持道场 开荒下种 成全道心 这些都属于看得到的 吃吃战胎做出一些佛事出来 这个叫做外宫 那甚至道场有一种说法叫什么 外宫圆满 内宫自成 那我们都不修心恋性吗 那自己的心性怎么办呢 怎么提升呢 八个字 外宫圆满 内宫自成 外宫圆满了 内宫自然就成就 所以道场为什么 重视外宫 一般我们认为应该内宫比较重要 内圣外王 内修圣贤 外行王道 当然行王道是真正实际的 去做普渡众生的事情 让众生受贿 实际的受贿 那圣心当然是很重要 要修圣心 但是为什么说 外宫圆满 内宫自成 难道我们常常度人 伴道 经理佛堂 甚至到佛堂来 煮饭给大家吃 我们的心性就会提升 甚至圆满 内宫自成 还能够成就 这是很多人觉得 很难接受的一种观念 认为说 修道最重要的就是 要把心修炼得很好 是不是大家有这种观念 修道 就是要修行 把心修炼得非常的 神圣纯洁 至于做什么 随缘就好了 对不对 做什么并不重要 随缘就好了 最主要心性要很好在心 我们也会对那种修养很差 然后在道场中奉献很多的人 还不以为然 会不会这样 会觉得 哇 你这个人修养这么差 情绪 很大 道场很多这种情绪很大的 很容易生气 很容易闹情绪 可是他对道场奉献很多 财师法师无畏师 什么都做 上台讲课 下台度人 然后财务的布施 都不遗余力 厨房工作 打扫厕所 打扫火烫 什么都做 修养很差 让人家觉得 修道这样 修养这么差 所以外公 圆满内公真的自成 这就是一个 这些年来一直常有争议性的话题 这也是我们这边的佛堂 就蛮重视 修炼行性的功夫 的原因 但这句话并不是 并不是错误 它有它的道理 我现在要解释给大家听 为什么那么重视外公 因为天时紧急 注意 善恶淘汰之际 我们今天在 在立这个亲口愿的时候 有讲 对不对 天时紧急 善恶淘汰之际 这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到 没有时间等你慢慢修了 慢慢修心练性 这是一个善恶淘汰之际 所以上天开了 紧急的处方 紧急的药方 不是慢慢医病的 紧急的药方是什么 叫一直超生 现在善恶淘汰 天时非常的紧急 随时业障就把人扑倒了 说走就走了 等不得你慢慢磨沽了 所以你今天没有求到 可能明天你不在了 业力献钱 一求到就搞定了 所以整个呢 紧雷密鼓 所以天吹地感 就是在成就什么 扶助弥勒成大道 保佑弥勒去成功 成功什么 末后一招 最后这一招 好紧急啊 到处想尽办法去渡人 渡人来求到 然后求到以后 要成全他修道 那不修道 光求到 可以超生了死 再也有往生 不修道的话呢 你业力献钱 还是要走 像那个 我们这边一个 道琴叫做力学 力学的哥哥 有求到 没有修道 也没有接近道场 然后呢 有一天就梦见 技工老师来找他 叫他赶快回佛堂修道 参加修办道的行列 他也不以为 工作那么忙 怎么可以呢 就觉得自己乱梦 结果不止一次来找他 那讲了好几次 那他也回家跟家人讲 家人也劝他 后来就不当一回事 后来有一天就 他骑机车出去办事的时候 就被发现 倒闭在路旁 就已经归了 可能是被人家撞到还是什么 总之就是走啦 就这么走 非常紧急 为什么我们一直教大家 赶快哦 赶快来求道 赶快来修道 赶快来办道 三个淘汰 非常紧急 老师为什么托梦去讲 当然我们会觉得我们 老师没有来 我整个老师托梦 我再出来 他不一定用托梦的方式 有的人就要用托梦 他才信啊 只好用这招啦 大部分都是派很多人 有意无意的来跟你讲 来成全你 我们就都负责陪上前前派 对那些没有求道的人 去劝他赶快来求道 所以当有人在劝你赶快要求道的时候 就是表示 而且一次又一次又表示 紧急了 实际紧急 或者一直劝你要来修道 要来立愿 这个都是表示你有你的紧急啊 很逼迫了 才会发生这种状况 要天使紧急 所以重点 现在整个弥勒祖师 这一大事因缘 他要普度众生 他要把天国建立在人间 他的重点就是 要行宫 要赶快 他已经把药方开出来了 很简单 简洁有效 你只要求道 就可以了生死 你只要修道办道 就可以明心性 你就投入这个行列就好 投入这个行列 我们有时候会发现 在道场里面 有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 怎么不公平的事呢 就是有的人修养很差 然后他碰到什么 生病啊灾祸 先佛直接来救他 那有人修养很好 可是呢 他碰到灾恶的时候 好像上天忘记了他一样 就会觉得好像很不公平 这个人修养道德这么高尚 或者说不一定在道场里面 社会上的人 道德很好 可是好像多灾多难 然后道场里面这些道青 有的人就是毛病很多 习气很多 可是呢 遇难成想 消灾解恶遇难成想 常常看到这种事情 那原因很简单 就是他行的功多 行的功多 像上次就有一位道青 动不动就会在家里面 打架吵架的 那不只是吵架打架 可是他得了这个癌症 然后看见这个关圣帝君亲自下班来为他开刀 开刀诊疗 为什么 因为道场有班就餐 有道就办 机动性十足 都不化妆了 戴了一张臭脸了 就上路了 我们会说这样公平吗 有人修养这么差 这样公平吗 我们上次上礼拜五上孟子的时候就讨论到这个问题 就是用心和实际做出来的行为 我们没有想到这个逻辑 孟子就举一个例子 他说就好像木匠 当然孟子不完全这么讲了 我把它意思讲出来 然后举例子来听 比方说你请了两个木匠 帮你盖两栋小木屋 有一个木匠 修养很好 整天奥米豆腐 吃菜 修心练心 另外一个木匠呢 一边这个抽烟 一边嚼槟榔 一边满嘴脏话 两个都在盖 然后盖了三个月以后 这个奥米豆腐的房子 根本没盖成 另外一个盖得很好 那请问你工资要给谁 你工资要给谁 请问一下 你们有比较木屋的 你要给那个修养好的 奥米豆腐的 还是给那个盖好的 对不对 这是很实际的问题 要真正去行工 真正救到人 你整天在那边修心练性 就没救到人 人家没有受益 人家没有受到你的帮助 因为我们加入这个半道团队 不是你个人的问题 人能宏道 推道宏人 人要来宏道 人要去宏道 道要推展 那需要人 天事人办 上天的事情 你不能上天 满天新火 统统下来了 下来要借着人办 不能说直接现象 那样子 吓死人 对不对 人家以为妖魔鬼怪 天事要人办 就需要人 欠人 现在天事紧急 大家业障 现前 欠人赶快去救 那救的方法就很简单 就是来求道 来修道 就需要有人不断去拉 拉你来求道 不管你怎么样子 你总是敢把工作做成的就好了 当然最好你是一边欧米董福 一边房子又修得很好 那是雄厚 内生外亡 最标准的道歉是这样 我们也希望大家心性好 那其次就是把工作完成了 修养很差 再其次就是说 我修养很差 但是我不做工的 修自己就好了 那人家对他也没话讲 但也没话感激你 最多是佩服你修得好 没办法感激你 因为你对他没什么帮助 最糟的当然是 外工内工都不修的 这是最糟糕的 所以这个是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 因为借着这个立办事院的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我干嘛立愿去办事 修行 修行就是要修这个心性的 办事干嘛 大家不晓得办事的重要 办事是要救人的 办事就是要救人的 你修心练性是救不了人的 救自己 对不对 那只能救自己 提升自己而已 那你办事 我没有修炼好 我怎么去救人 不需要你修炼好去救人 上天修炼得好好的 不是需要你去创造什么药方 药都已经做好了 你只是负责去卖药而已 你不是搞延展部门 延展部已经搞好了 你只负责当销售员而已 那只是你服务态度好一点差一点 但不管怎么样 你药卖出去了 他病也吃好了 这是很实际的 所以求道 了生死 修道 销业障 半道 做先佛 先佛就是普度重生 先佛不是光修自己销业障 半道就是做先佛 先从先佛的手脚开始做起 到卡销嘛 牵手牵眼 负责帮先佛去看 去抓 去叫 慢慢你自己就跟先佛同体 因为如果你发现 我最忙的都这些事情 就知道 哇 这个真有效 半久就会知道 真是有效 点一下 走的时候就走得这么好 只要拉到佛堂来 就越来越好 看得到的 脾气 毛病 带人 节悟都只有往上走 所以才会拼命地去拉人来求道 拼命地拉人来修道 原因就在这里 但我们不要要求所有道经 一来就赶快立愿出去 有的人只是来修道销业障 他肯来就好 可是我们办事员 很不幸你们立愿 我之前好像没讲清楚 立愿 立愿的有责任 你们不是来修道销业障的 你们是要来办道做先佛的 有这个使命 好像没有撤销表文这个东西 这已经来不及了 这样你了解吗 那我们 有没有什么疑问 这么长 tea 可以 我们先放下 一边 我们中伊 我们先捕手 大家 我们先捕手